一致的人以及恶劣的人 上根立志的人 他要禁修佛道 你要下发大悲心提醒他 然后用大智慧去度他 因为他是上根立志 还有一种是很卑劣顽强的人 那没有办法 我们要用智慧去观照 一切法不可得向 缘起现空 然后用悲 灵敏他 他以佛无言 所以那是上根立志 已经下下人 列根日的人 都要用这两个字 志跟悲同时 上求下化的人 此双曰恶力说 智力跟利他 叫做恶力 智力 还有利他 如果单就智力 自己利益来讲 虽然已经分正佛觉 分正已经觉悟部分像佛了 分正就是部分了 有一部分的像佛的觉悟了 但是呢 还有情势未尽 那就是维系的法治啊 没有断 如果单就利他来讲 广行善巧方便 觉悟一切有情 你看这个 这个写的 多么的圆浓 善巧方便 你看这四个字 这个很不容易做到的 善巧方便 就是说 你只要让他对方能够入道 你用什么方法 都可以 要善巧 要方便的 有的人他不会度众生啊 他就会 觉得佛法很好 拼命的硬塞 拼命的硬塞 硬叫对方接受 就对方要抗拒 因为他又不高兴 然后说 你也比我没有学佛的人更糟糕 因为我一不信佛 你就这样生气 所以啊 我们要用耐性 对 师父已经讲过了 对缘分很浅薄的人 要用悲心 就是在等待 要等待因缘 他这个不能一下子 就入道了 需要时间的 需要时间的 你不要急 不要急 急也没有用了 急也没有用 哎 有许多的太太啊 她看她先生啊 不学佛 然后她就会说 跑来师父这边 一讲一边讲 就一边掉原类 女人的专利品就是 掉原类了 不信佛 师父我怎么样救我的先生 叫他来信佛 我一定跟他回答一句话 一定答案都是千篇一例的 我一定跟他讲 你先救救你自己吧 先不要哭可以吗 你先救救你自己嘛 对不对 你自己的情职都没有办法断了 那执着那么深 那你也没有办法感化对方 那一直哭有什么用呢 你有心了 可是你没有那个能力啊 慢慢来嘛 对不对 也不急嘛 你很急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嘛 佛法他在讲一个字就是圆 不可思议的圆 如果有一天呢 你先生回光返照啦 这哪一天你在听录音带的时候 突然让他偷听到两句 告诉你 那比你更精进 我不骗你了 比你更精进 你不要急嘛 所以我们度众生 就是随缘 好像师父就是很随缘 他来耶 他来 他来 信徒来到这个地方 来啊 菩萨你要坐啦 我要来参丰 慧立法师啦 我说 是有效忠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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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行 菩萨你要坐 嗯 我没有去他说 我真厉害 我还是说什么 有的有的 这样的 这样的 哦 不会这样子 他来到这里 他不问法 我一定不会跟他说 法是用求的 他不是 不是你一直要讲给他听的 不是这样子的 度众生也是这样子 这样保持一个 一个我们的原则性 一个原则性 但是 亲朋好友 有机会的话 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从侧面 慢慢说 慢慢说 也许这样可以 第一次见面来 有的人不是 有的法师 第一次见面来 碰到你 业障像 就骂信徒说业障像 信徒吓一跳 我拜良皇 我有交一万人 怎么业障像 你在讲什么 他还听不懂 奇怪 可是什么法师嘛 奇怪 动不动就骂人家业障像 这就是不懂得度众生 不懂得度众生 不要这样子 我就不会这样 师父 现在做到 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展现出来的对众生 我都是平等的 你从哪里来 不管他长得很丑啊 很漂亮啊 你到哪里来啊 来 我带你到厨房吃饭 来来来 来来 过来过来 过来 师父啊不好意思啊 来这里让师父请 没有关系啊 你有供养啊 你看你包一个红包啊 没有关系 来吃饭啊 师父那没有包 没有包也可以吃啊 很爱跟我说笑啊 很好 那是讲 外国水的 现在我带到那边去的时候 那厨房的 他问厨房的 我要来见非力法师啊 非力法师在哪里 刚刚带来那个就是 蛤 那个就是喔 走出来 走出来 啊快快 这非力法师借着心 借着心 早上不是在陷阱啊 叫一大堆来 很害 他好像不是很惊讶 很害 你现在来看看就说 哎呦法师啊 你比你六眼大 更年轻 更年轻 你看起来以前肥 我说不是 以前因为重罪 好重罪喔 重罪喔 每一个人 他看到师父他都很欢喜 我一定不会给他烦恼的 我一定不会给他烦恼 一定给他很满意的回去的 很满意的回去 结果昨天啊 蔡老师来 蔡老师来 他说 有一个桃园的信徒 说打电话来 他 桃园信徒 对我有威严 威严 打电话 让蔡老师姻太太 他说 那位法师很大堆 每次打电话去 就撞掉了 就不听说听了 他老板不知道在做什么 他说 要做大法师 现在都 很大堆 都叫他的徒弟亲在应付一下 这样 这样 蔡老师他说 一个法师他面对 骨了百万的重心 你特通电话去接 保释 真的 我一个电话去看就好 他说 我是 我的师父 他每天都说这个就好了 一天的电话 那人说叫师父 要接一天的电话 你马上昏倒 我不跟你骗 你看你多厉害 你都不用睡觉 所以说 他不谅解师父的立场 不谅解师父的立场 这就没有办法 这就没有办法 对不对 就我不能满众生的厌 所以说 我已经尽心尽力的要 使每一个众生欢喜的 还是没有办法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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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在阿花爺 一个路信堂 走我去 师父啊 我要共用佛生 你看是 差的更好 还是 那个更好 那个 那个 差的更好 他就给我吐一下 你看 你看 人群群的法师也说差的更好 他就当作兄弟在吐 那里 你看 你看 人家是说的 当作兄弟在吐 那里 他是很害 我是一直跟和长 一直跟他吐一下 你也不能说法师不能吐 你跟他说这样待会想起回来 我们又怕他毁谤 所以他给他吐两个 他吐第三个 我说什么没错 没错 不知道说这不是兄弟 所以要觉悟一切友情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你要千变万化 你还冷静 还没想起 还笑容 真正的 不知道才会这样 吐一吐就说 我是看你眼睛才给你吐 很滑 算他都吐了眼睛的法师 不是正信的 不是正信的 照则制作 照则制作 中百步大圣广义 中 就刚刚讲的 集百步大圣的广义 因为大圣义很广嘛 所以说 研究了大圣起信论 研究了一百步的论点 中百步的大圣广义 集合了大圣的思想 那么广大的道理 所以制作思论 因此制作大圣起信论 以约该薄 约就是简要 用最简要的 该就是包 就包含的 博就是广 以最简要的 来 该就是包 就包含的广大的论点 百步的论点 这个博是指百步 这个大圣的论点 博就是百步大圣的广义 约就是指大圣起信论 就是用这部大圣起信的 简要的道理 就包含了百步的大圣广义 这个道理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因为众生的根气太差 多的话 范围太多的话 这个裂根气的人 很难入道 他一听那么多 如果释迦牟尼佛说 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一定要把全部三藏十二部经典 全部看完 这样 不净大家都不想想 我又不用看 我又看不 又不可能看了 这样有希望 放弃啦 放弃 不净没人要往生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众生的根气漏裂嘛 三藏十二部经典 看了再当往生 就知道最多的 我不是这样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众生 文多则反 所以因此 我们研究一部论点 就包括了很多的 异理的话 那么 这样子的话 可以适应很多的 众生的根气 所以应激丝化 考造论之时 就是时代 考察 就是它的典故啦 考造论的时代 一 摩赫摩耶经 这个摩赫摩耶经啊 是 又称 佛生 涛利天 为母说法经 佛生 涛利天 为母说法经 这一部经是 两部经是一样的 意思 这部经是讲 佛在拼捏盘 拼捏盘的时候 他们母子相见 又称摩耶经 在大征章第十二册 那么 这一部经 就是摩赫摩耶 这个摩赫摩耶经 就是 佛生涛利天 为母说法经 那么 本经的前半部 是寄述了 佛陀生涛利天 为他的母亲说法 摩耶夫人说法 令他证出国 令得出国 那么 后半部寄述佛陀 油画诸国 后来在居室 接罗 这个梭罗双树间 入这个涅槃 那么这个摩耶夫人 由天上降下 悲好痛解 佛 那时候佛陀 开这个金关 跟他的母亲 决别 那么 经的最后 是叙述佛陀 这个受计 法柱 以及法灭 佛法要注释 多久 正法一千年 那么这个 相法一千年 末法要一万年 法就会灭 众生就没有福报 那个时候地上 刀兵 都是 地上 长出来的草木 都可以杀人 那我们人寿 三十岁的时候 我们所走过去的 没有芳香的草 在路旁 所长出来 都是刺 都是刺的 这个植物 都是刺的植物 你随便在路上 跟人家 冲突 那个拔起来 就可以杀人 那个草 就可以杀人 众生已经没有 完全没有福报的时候 这摩也夫人 那就是 磨合 摩也经 这是讲这些 末法的时候 如来灭后六百岁已 九十六种外道 等斜见 静心 斜见静心 毁灭佛法 有一个比丘 名叫做马明 他还没有出生 六百年前 佛就已经 预言 佛是无量以劫 以后的事情都知道了 这善说法要 降伏一切诸外道辈 降伏一切诸外道辈 此菩萨 乃是如来 玉记之人 这是佛所授记的了 此内密外现之事 此内密菩萨恨 外现 外现 一般的身体 造论乃在如来密后 六百余年 所以 第二 造论菩萨 是马明菩萨 翻译人时 翻过来 真地三藏 把笔拿起来 在旁边写 四九九到五六九 西岩 四九九到五六九 这个人活七十一岁 在旁边写一个 社论宗祖师 真地三藏 社论宗祖师 我这里有一些资料 有一些资料 师父简单的 念一念 真地三藏的来源 真地三藏 是四九九到五六九 换句话说 是五六四季间的 著名的易经出家人 易经生出家人 他是西北印度 悠禅尼国 这个人 这里的人 波罗门总姓 波罗门总姓 就是说他的出生 是波罗门的 这个人 这个人真地三藏 聪明 强气 就是记忆力 非常的强 真地三藏 要做一个三藏的法师啊 没有相当的条件 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要说讲三藏 这一藏都没有办法了 一藏都看不完呢 经藏你都看不完啊 你看什么律根论呢 对不对 辩才不解 那当然是辩才不解 通达三藏的人 当然是辩才不解嘛 这还用说嘛 辩才无碍嘛 年纪轻的时候 这个真地三藏 由诸国 然后啊 服侍了 诸师 就是他服侍了很多的师傅 参学了很多的师傅 经言四维六论 惯念三藏五步 简单讲就是 他彻底的明了大圣的庙里 那么四维六论 是世俗地 三藏五步是初世间 这个人是世间 初世间通通通打 真地三藏 这个人不得了 大圣的庙里 他非常的清楚 南朝梁代中 大同元年 西元五百四十六年 西代经典 来到中国的南海 在太清二年 就是西元五百四十八年 入建业 建业就是今天的南京 来这个业五帝 就是梁五帝 就是五帝 那个时候 碰到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 这也要讲一讲 侯景 这是一个人 等于我们这边的后面 也会讲到 侯景 这是一个人 南北朝 朔方人 就是今天的陕西 清建县 侯景之万景 善骑射 就侯景这个人 很会骑马 然后射箭 初从 初就是刚开始 从尔朱荣 做定州的赤石 后归高欢 专治河南 就是治理河南 大统十三年 就是西元五百四十七年 降伏了梁朝 为河南王 次年举兵反叛 攻破建康 太清三年 就是西元五百四十九年 攻陷台城 当时候梁五帝 梁五帝你们都知道了 梁五帝 跟那个达摩祖师 对不对 碰面的时候 说正造了这么多的寺庙 度了这么多的出家 生有何功德 梁五帝跟他讲 没有功德 然后梁五帝就送客 电影是这样演的 他就是送客 因为他希望人家 征战他 因为这个不是 自信的功德 送客 就把达摩祖师赶走了 所以达摩祖师看 一言不合 面弊九年 不合嘛 这个就是梁五帝 所以梁五帝被逼饿死 也就是说梁五帝死得很惨 是饿死的 是饿死的 被这个侯警 围逼 逼得梁五帝没有饭吃 死在这个台城上面 台城上面 攻陷台城 台高 皇帝巡视的地方 高处 情不被围起来 断粮 没有东西吃 活活的饿死 活活的饿死 所以梁五帝也是死得很惨 也是死得很惨 历简文帝 分兵破吴郡 会计 等地 烧杀掠夺 南朝的文物 尽遭破坏 后自立建国 称汉帝 侯警 自立为帝 自称汉帝 或为陈霸仙 王生辩等 讨平 事件 梁书五十六 南死八十 侯警之乱 这个我们中国人 对这个 多少研究一下 所以 他那个时候 正第三章 在太清二年 西元五百四十八年 进入建业 就是来到南京 业无地 业就是参访 那十之侯警之乱 侯警之乱 刚已经讲过了 反叛 叛逆 睡前嫌南归 算了算了 反正刚好碰到战乱 就逃 逃到这个 往南边一直走 辗转游历 经过今天的江苏 浙江 干 这是指江西 明就是福建 广州 等地 也是就是真第三章 也是游了不少 游了不少地方 而所到的地方 就一直翻译不停 除了翻译以外 然后转书 就是写书 就是注解 写注解 写注解来解释经论 自己翻译 翻译以后 写注解 然后解释这个经论 陈泰建元年 市集 市寿七十一岁 从梁武帝末 到陈泰建元年 共翻译经论 这个传记 六十四部 两百七十八件 现在仅存的三十部 大多是佛教 研究的重要的典籍 四大翻译家 你们一定要了解 第一个 九摩罗史 第二个 玄壮大史 这两个你们都知道 第三个 叫做意境 意境 忠孝仍耐心理和平的 意 清静的静 意境大师 然后就是 真谛三藏 意境三藏 真谛三藏 再讲一遍 九摩罗史 玄壮大师 意境大师 真谛三藏大师 四大翻译家 学佛的人 应该认识这四个 所有的经人 几乎都是他们四个翻译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 是其他人翻译的 但是占的数量是有限 他翻译的方法跟学识 为我国佛教传译史上的泰斗 主要 益作 除转世论 大圣维世论 等维世论点外 另外有 金光明经 色大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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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二十二明明了论 中边分别论 十七地论 那么十七地论是 与其十地论的别出本 据色论是 大圣起信论等 其中以色大圣论 色大圣论是影响最大 此二论乃是南朝 色论学派 主要的理论根据 真谛三藏 也因此被尊为色论中的主事 我们对这个不得不了解一下 继续看 真谛三藏 我们简单的 用几分钟的时间 已经介绍了 繁衣叫做波罗摩托 波罗摩托 当然这是印度人 中国话叫做真谛 真谛 这个三藏法师呢 弃悟真如地理 悟到了真如的本性 是大车大悟了 产阳大圣的奥义 奥义就是深 弘扬大圣的深入的道理 西印度悠惨尼国人 这个悠惨尼国人 是中印度 中印度 在中印度 悠惨尼国 悠惨尼国在摩托托国西南的古国的名字 也是以都城来命名 是古代印度的阿盘提国的首都 是指中印度的地方 那么 悠惨尼国 稍微介绍一下 大唐西印记 见十一 该国有六千以里 那当然这个是以前的 以前的 计算的 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不可能那么大 六千以里也不得了了 以前的可能礼数是比较小一点 他的城围有三十以里 国家是六千以里 城围城墙围起来三十以里 居民呢 殷盛 就是很热忱 家世富饶 那么 这个 每一家都很富有 有这个寺庙 素食所 就是生切兰素食所 出家众三百余人 在这个 悠惨尼国这个地方 有大圣小圣都有 奸习大小二圣 那像我们台湾的全部都是大圣 在泰国全部都是小圣 福地子嘉瞻炎 以及任言经里面讲的 莲花色比丘尼 以及易经的三藏真帝 还有这个叶婆首纳 叶婆首纳是太子 悠惨国的太子 后面会讲到 都是此国人 都是悠惨尼国的人 嘉瞻炎 佛的大弟子 嘉瞻炎 以及莲花色比丘尼 三藏的易经师 三藏就是真帝三藏 也是悠惨尼国的人 还有悠惨尼国的太子 他也出家 都是这个地方的人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阿易王 时代的悲堤血村 那么阿易王还没有登王位的时候 曾经在这个地方治疗过 不是治疗 就是这个当官 负责这个地方的行政 娶一个长者的女儿 阿易王生了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二子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后来一个比丘 一个比丘尼 两个都出家 儿子女儿通通出家 也就是阿易王的 两个 侄就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通通出家 这个儿子出家 为西南佛教的开创 他的儿子 叫做摩西陀 那么他的这个 这个女儿叫做 切密多 大家念一下 这是一个观念 对这悠惨尼国这个地方 稍微认识一下 西印度 那因为说是接近中印度 接近中印度 所以你要去讲西印度的话 看你是站在哪个角度讲 西印度 悠惨尼国人 也就是接近摩西陀国 在西南边 那摩西陀国是在中印度 所以它偏着西部 幸天高朗 高朗就是明亮的意思 他天性啊 就是很明亮啊 去与成名 去与就是他的气概 有男子气概 有度量的人 有度量的人 这眼睛很大 因为我们已经看过 那眼睛很小的人了 大部分的气量都很小 所以这个度量很大 大概眼睛很大吧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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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与成名 成是清晨 清晨 明就是明亮 清晨很明亮 风神 风神就是我的 他的格调 我们讲的 这个风度 风度 风度怎么样 超拔 就是超俗拔 就是拔情 超俗拔情 就是超出众人之上 而无可相比 超拔 就风神超拔 简单讲就是他的态度 格调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风度扁扁 而且他的神运 风格神运 超俗拔情 拔情 而对大圣 偏动 深远 动就是透彻 偏就是特别 特别的透彻 特别的深远 动 就是透彻 游历诸国 这个真理三藏 随机 利剑 机就是众生 利剑就是利益众生之剑 随一切众生的根气 然后强化他的正知正见 利剑就是 能够 知见自己本身有智慧 而且又可以利益众生的见地 于梁武帝 太清二年 他比拿起来 写西元五百四十八年 西元五百四十八年 入华就是来到中国 来到中国 于渠坛基多 就是跟一个侍者 渠坛基多侍从 就是真帝三藏是师父 渠坛基多侍从 是他的徒弟 就是跟随在旁边一个侍从 来 并就是一起 送苏和香 苏和香是供佛的香 是供佛的香 是一种供佛的香 苏和就是供佛的香 以及佛像来朝 来到中国了 那么 朝我们一直讲朝贡 来供养我们中国 智未精寻 智就是到达 未就是上位 到达还没有精寻 就是十天 来到中国还不到十天 就这样 辩子侯景清早 碰到侯景之乱 没法不够的人 跟肚子供佛的 没法不够的人 战乱是很痛苦的 战乱是很痛苦的 在大陆 或者是 以前经过战乱 夜战的人 南韩北韩 都知道 那个战争是很残酷的 是很残酷的 战乘胜三年 乘胜三年是梁元帝 西元554年 九月十日 跟哪些法师 一起翻译呢 跟志凯 谭政 惠民 并 黄岳大将军 以及太保 萧公伯 就是萧伯了 这个太保 是古代的官名 是三公之一 这个位置 仅次于太父 太保 那也很大了 跟这些黄岳大将军 以及太保 萧伯 那个太保 不是我们现在的小太保 那不是这个意思 于恒州 恒州 就是啊 今天的广东省的英德县 英国跟德国 两个字加起来 英德县 这恒州 就是 就是今天的广东省的英德县 西边 七十五里的地方 建兴市 所翻译 一起翻译的 沙门 志凯 笔寿 把笔拿起来 志凯 五一八到五六八 这个人 活了五十一岁 这个志凯 要稍微简单讲一下 这志凯 五一八到五六八 南朝 陈代 陈代生 且陈代出家人 俗姓草 草草的草 籍贯不详 陈天家 四年 也是西元五百六十三年 在广州的智子寺 离请 真理三藏 翻译四大圣论 以及 翻论 以及四论 那么这个志凯 自认 笔寿之子 就是 他翻译 他把笔记起来 他讲 然后记起来 未久 没有经过多久 又帮助 翻译据色论 这个志凯法师 又做两论的书 两论的书 色大圣论的书 就是注解 以及据色论的注解 而后 婆受真帝的气质 气势 就是很气重他 当真帝翻译 大圣奇心论 以及 绿二十二明了论的时候 师 就是志凯 接任笔寿的职务 光大二年 在智慧市 讲说据色论 这据色论还没讲完 就是了 四寿五十一岁 生命很短 五十一岁就走了 那讲据色论还没讲完 就走了 我这愣眼睛也不晓得 讲得完讲不完 所以这个法师 什么时候要走 就不知道 因为这个世事无常 五十一岁 诸有色大圣论书八卷 据色论书五十三卷 好 再看 沙门自开比寿 叶婆守纳 把笔拿起来 写个悠惨尼国王子 往主出家 叶婆守纳 就刚刚讲的悠惨尼国 刚刚我们讲的 第一行西印度的悠惨尼国人 就是叶婆守纳 就是那个国家的太子 所以那个出家都是很了不起的 太子的 不是没有饭吃再出家的 等一语 并翻 论子 玄文 就是这个论的宗旨 以及玄文就是深奥的地方 二十件 翻这个论的宗旨 还有它深奥的地方 总共翻了二十件 玄民冲直 更要宜时 冲 就是说 把玄民的精神 冲就是向上 把这个宗旨 更向上一层的 冲嘛 水冲往上 向上 使这个 玄民菩萨的这个 道理 所讲的道理 更要于使 要就是光明照耀 邪尽之流 服从正化 邪尽之流 服从正化 本论 前后有两种翻译 那么 第一个是 真第三章翻译的 对不对 本论就是大胜起信论 大胜起信论 有两种翻译本 那么一个 是真第三章所翻译的 那么另外一个 是余田国 沙门 余田国 那边拿起来 新疆的西部 这是西域的古国名 位在新疆西部 也就是今天的和田 一个门再一个针 一个门 那中间一个针 和田国 就是今天的和田国 是沙门 石叉南陀 石叉南陀 中国话就是喜学 很欢喜的学习 那么 这个石叉南陀 我们要 这里有一点资料 念一念 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石叉南陀 翻译成中文 叫做学习 学习 喜欢或者是喜欢学习 石叉南陀 是唐代 易经三藏 就是通达三藏的 余田 是新疆 和田人 这个石叉南陀 通达 大小二圣人 通达 大小二圣的 一个法师 唐通易协 其实还有其他的 他都有协到 正圣元年 就是西元 石叉南陀 把笔拿起来 六五二到七一零 六五二到七一零 这个人活了 五十九岁 石叉南陀 正圣元年 就是西元六百九十五年 慈泛门 华言经到洛阳 奉五则天的命令 跟菩提刘志 易经三藏法师 在东都的大内 大片空事 大片空事 共同翻译成汉文 也就是新翻译的 华言经八十件 石叉南陀 我们现在所研究的 八十华言 就是这个人翻译的 八十华言 就是石叉南陀翻译的 也就是新翻译的 八十华言 那么 此外另一有 大圣入能切经 能切经 佛陀在能切山讲的 对大会菩萨所讲的 大会菩萨 文书寿迹经 共十九部 一百零七件 长安四年 也就是西元七百零五年 归果 后经再三的迎请 在中中 锦农二年 七百零八年 西元七百零八年 再度来到中国 那么 皇帝亲自 迎请在郊外 就是走出去 几步里就把他迎请过来 未急 离急 就是患病 没有经过多久 得了病 得了病 景云元年 十月四季 十月 就往生 四寿五十九岁 突壁后 突壁之后 火坏后 其蛇不坏 十叉难陀 跟九木螺石 两个人 蛇根不坏 火坏以后 蛇根不坏 这个不得了了 这个不得了了 可见 直接做一个高僧大德 通达三丈 真的有功夫了 像我们这个 蛇根不坏 开玩笑 一小子 什么都不坏 没可能不坏 门人 杯至灯 就是杯至比丘 把他的灵骨 以及蛇根 送回到 他的原来的地方 于天国 就是新疆省的地方 起塔供养 所以我们 现在去的话 可能还可以看到 十叉难陀的塔 后人 并在突壁的地方 建立七重塔 称为华颜三丈塔 华颜三丈 就指十叉难陀 十叉难陀 这个人也是不得了 怎么会都那么伟大呢 头头的 我们好像无声的罗音 大家都真厚 蛇根不坏 这喜学 各位看 十叉难陀 此因喜学 大洲 胜利三年 写西元692年 十月八日 在东都 把名拿起来 东都 就河南洛阳 河南的洛阳 佛寿祭祭祭 佛寿祭祭 佛寿祭祭 你要写几个字 唐代 武则天 的时候 白马寺的 主人 就是怀裔法师 所建的怀 心怀的怀 忠孝仁爱 心里的义 来华的三丈法师 就是从印度来的 来到中国的三丈法师 大部分的人 都住在这个地方 翻译经典 所以说佛寿祭祭 是翻译的场所 翻译的地方 那个时候 都是用国库的 都是用国库的 所以这个佛寿祭祭 你不能不了解 不得不了解一下 你不了解的话不行 佛寿祭祭 专门有印度的法师 来到这个地方 住下来 住下来的时候 开始翻译 就是通通在这个地方 大部分的印度人 通达三丈的法师 都在这个地方 是唐代武则天的时候 白马寺的这个住持 怀裔法师所建的 大部分印度来的 来到中国的三丈法师 都住在这个地方 易经 沙门 傅礼比授 傅礼 这傅礼也要了解一下 傅礼大师 唐代的出家人 经兆人 就是陕西人 傅礼大师 这个是陕西人 俗姓黄璞 黄璞 生年 不祥 结果傅礼大师 年少就出家 住在大兴善士 陈水 地坡赫罗 石叉南陀等 溢出经典 高中 永隆二年 西元六百八十一年 有一个太子文学 太子文学是官名 是唐代管理经典的官吏 叫做权无恶 民权恶路的权 民权恶路 中间加一个五 就是权无恶 这个名字也是很奇怪 民权恶路的权 有无的无 一恶的恶 这个人很坏 对佛教提出二十条质疑 疑问 那么这个傅礼大师 就这个 写了石门辩货论 来答复他 这个权无恶 所以折服 所以做一个法师 你要折服人家 还很不容易的 不要让人家一问 你就经常听 蜘蛛路一直看 你怎么这样问 他说你怎么没回答 所以 傅礼大师也是 辩才无恶 纵横无恶 后来 这个权无恶 作为傅礼大师的弟子 令主有真忘诵 论真心跟忘心的关系 并征求 当时候 这些大法师们回答 这傅礼大师 好 再看 傅礼比寿 就是傅礼大师 比寿 金行 前义 并拿起来 行就是尊照 现在尊照 前义就是 真地三藏所翻译的 不是尊照后义 后义是 石叉兰头翻译的 金行 前义 金尊照 尊所规及的尊 那么按照的照 尊照 怎么样 就是照亮的照 金尊照 真地三藏翻译的 来研究 这本译本 不按照石叉兰头 所翻译的译本 就是金行前义 现在尊照 真地三藏翻译的译本 第三 翻译人时静 翻译人时静 刚好 我们今天呢 就 想到这个地方 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今天是属于 半介绍性的 对他的历史渊源 议论的人 了解一下 也不错 不错 有的人说 不喜欢研究这一段 那这样不行 不研究这一段 你不晓得 那历史的渊源是什么 虽然师父有念得 稍微快一点 但是呢 至少给大家 有一个观念 了解人家的伟大是什么 了解人家的伟大是什么 给大家一个警惕 一个鼓励作用 第六页 倒数第三行 假释 归敬素义 归敬 就是说先尊敬三宝 然后呢 为什么要照论 归敬 就是先归敬三宝 数义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照这一步 大圣起信论 说归命尽十方 罪圣业骗之 色无碍自在 就是大悲者 几笔身体下 法性 深 真如海 无量功德杖 如实修行等 照论的人 说归命尽十方 你要照论 那么 先归十方的诸佛 尽十方的三宝 最圣业 骗之 最殊胜的三宝 的一个正骗之 这是指佛宝 先归这个佛宝 最圣业 这个业就是指三业 身口一业 最殊胜的 哪一种人呢 骗 这个念骗 骗之 那么 我们一般都是念骗之 就是正骗之 就是佛 那么 最圣业骗之 这是指佛宝 这是指佛宝 色无碍自在 把笔拿起来 色无碍自在 是指佛的深业最圣 就是大悲者 是指佛的口业最圣 他在对这个设法 一切无碍 原来就是这个设身 深业千变万化 就是大悲者 你要就是 那你就要说法 那就是口业最圣 口业最圣 那么一业 当然是无形的啦 一业是无形的啦 所以它就是 在深业 以及口业里面的显现 所以 最圣业骗之 色无碍自在 就是大悲者 这是指 归一佛宝 底下是法宝 底下是法宝 吉彼身体相 法性真如海 无量功德藏 这个是指法宝 最后一句是 如实修行本 这个是指深宝 说吉彼身体相 这个彼字啊 也就是指诸佛 指佛 身体相 这个身呢 把笔拿起来 身 在旁边 在旁边写几个字 诸佛 以法为身 诸佛菩萨 以这个法 这个真理 来当作 身 不是我们一般 以这个父母 所生的这个色身为身 诸佛 以法 就是以真理 简单讲 就是智慧 法的显现 就是智慧 有形的 叫做 有形的 叫做慈悲 无形的 叫做般若 那么 吉彼身体相 体是指我们真如 相 是我们无量的体相 那么 法性真如海 这个字 就是解释 上面的 那个体字 体是什么意思 体就是法性真如海 相呢 相就是底下 无量功德障 法性真如海 是解释 佛的体 无量功德障 是解释 佛的这个体相 是体相的相字 法性真如海 原来是四体相的体字 解释 法性真如海 这个法性 空一切法 真如海 就是无所不在 广大无比 无量功德障 就是说 虽然是空一切法 但是呢 具足了无量的功德障 然后说 如实 注意 如实就是 以不生命的心 见到无为的心 去修行 这是专指 出地以上菩萨的修行 才能称为 如实修行 如果不是出地以上 见无为的真如 不能称为 如实修行 如 自信 清净心之真实 不是相视镜 不是相视镜 是真实镜 真实镜就是说 悟得跟诸佛一样 就是如实 如实 修行等 这句是指归一身保 等字 等 等字 做一下笔记 从出地到实地 等 就表示说 从出地的如实修行 见无为的真如自信 开始算起 到实地菩萨 多地不开如实修行 所以这个等字 因为没有办法 一地一地地列出来 干脆写一个等字 就包括了实地菩萨 等 就从出地到实地 就不必 再多说明 那么 这如实修行等 修什么 修两种智慧 第一个 修正体字 也就是所谓的 修根本字 再来呢 修后德字 根本字 钻子孔 后德字 钻子有 也就是所谓的 如实修行 离不开这两种智慧 正体字 也就是所谓的根本字 后德字 也就是所谓的妙有 好 那么再简单地念一遍 是归命尽十方 要照这一部论 先归一 最胜业片之 色无碍自在 旧事大悲者 先归一佛宝 这三句 实质佛宝 最殊胜的三业 一个正片之则 他的色 就是所谓的深业 无碍自在 辩才无碍 口业最殊胜 所以他是个旧事的大悲者 底下 三句是法宝 吉彼 身体相 这个彼字 是指诸佛 身 诸佛以法为身 我们常常讲法身 法身 体 相 用下面两句 再解释体跟相 体就是真读体 相就是无量功德杖 底下是法性真读海 这句是解释 诸佛的体 无量功德杖 是解释诸佛的相 诸佛的相 吉彼身体相 法性真读海 无量功德杖 这是归一法宝 如实修行等 这是指归一三宝 归敬三宝 身宝 如实是指 诸佛的无为 从出地菩萨 到实地菩萨 所修行的 修两种智 正体智 也就是根本智 以及后德智 那么 等是指出地到实地 通通是修这个 只是说 力量的强 跟弱而已 再来 第七页 将造诗论 预备要造 大圣起心论 先归三宝 先归敬三宝 具有三意 具有三种意义 一 为贺恩故 贺就是承受 说贺当如来的家业 就是承受 因为承受了恩 如果无佛说 法无有其 这个没有佛来说法 法 没有一个源头 没有一个开始 那么如果 无有法 没有这个法呢 解也是无从生 我们也无法去解它 无佛 法无有其 无法解无从生 我们没有办法解悟 如果没有生来传 生宝来传 文无所知 你要听经文法 就困难 由贺此三种的恩 因为承受了 这三种的恩德 所谓的三宝的恩 方臣会晤 才成一个有智慧 有居物的人 经传此法 礼仪 致敬 现在要传这个法 我们应当致敬 对三宝致敬 第二 求加倍故 五着二世当中 传话不易 要传达这个佛法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智慧不够 也没有办法 智慧够了 众生不接受 也没有办法 所以传话这个佛法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在娑婆世界 碰到了三宝 那是千性万性 若不扬 请三宝 威力加倍 难以致力利人 故应致敬 第三 令身信敬 如 帅以造论 帅以 也就是说 草帅 轻易而不慎重 如果轻易而不慎重地 造这个 造这个论 恐怕人会不相信 因为你随随便便地造论 所以要归三宝 要归这个三宝 法有所忠 忠就是一行 法有所一行 素食论意 希望使这个启息论 这个道理 应弃佛心 符合佛的意识 符合佛的心 以其信重 容易开启 这个信心 以及依重 所以应该致敬 如果 一个出家人 他见佛就顶礼 见到长老 就顶礼 那么他就会做魔幻 给一个在家居士的 在家居士看 而且我们所看到的身宝 都是对三宝 对佛宝这么恭敬 那么他就有个魔幻 那么无形当中 他就会感化的众生 感化众生 让众生对三宝起信心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归敬 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归命 是表能归之心 敬时方 也就是所归的分迹 分迹就是境界 他的境界到哪里呢 到十方 他的界限到哪里呢 也就是十方 表示一切三宝 十方的三宝 统统归命 最圣底下七句 是举三宝的德 归命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是归相 我们的命 称为命根 乃是六根之种 言而鼻舌生意 总和叫做命根 一生之要 最重要的 万生所重 万就是一切 生就是众生 一切众生 所最贵重的就是 一切众生